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美国的悬疑冒险片《国家宝藏》 少年凯奇快冒险寻报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他 一次次爬上自家的神秘阁楼一探究竟 某天,爷爷告诉了凯奇一个惊天秘密 1832年的一个深夜 最后一位独立宣言的签署人 也是秘密组织共济会的会员 本机名富兰克里 他赶到自己大县将至 连夜唤醒马桶赶往白宫 要向总统传递一个重要消息 但不巧的是,总统那也有事外出 于是,本机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新人的马桶 而那个马桶就是凯奇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那是一个超过任何人想象的超级宝藏 数个世纪前战争四起 宝藏每一驱逐便会增加一笔 可突然间,宝藏销声匿迹 沉睡于世间的某个角落 直到一次十字军东征时 骑士们在所罗门王圣殿下的密室里 发现了这座令人震惊的宝藏 他们把财宝带回了欧洲 并自称为圣殿骑士 后来,他们创立供给会秘密走私财宝 战争接踵而至 到独立战争的时候 财宝再次隐藏起来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 供给会设计了一系列的线索和地图 来显示财宝的最终所在 但随着时间流逝 很多线索都已经遗失或遗忘 最后只剩下一条线索留存遇事 落到了凯奇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手中 而那条线索只写着秘密与夏洛特同在 至今为止 他们家族也不知道夏洛特是谁 正在这时 凯奇的父亲走来否定了宝藏的存在 父亲认为 家族耗费整整六代人 追寻虚无票面的财宝 就是在浪费时间 但是年少的凯奇相信宝藏真的存在 他从此离世成为一名骑士 追随家族一致找到宝藏 时间一晃而过 如今的凯奇已经长大成人 他依然坚持着日复一日的寻宝 而且他拥有相当高的学历和智商 并同时在多个名牌大学 获得历史学学位 机械工程学学位 并且有海军预备与军官资格 凯奇和好友IT男搭档 还拉了一个富豪投资 凭着多年的研究成果 他终于探寻到了夏洛特的秘密 他们穿行至北极圈北部 精准锁定了目的地 经过探测 挖掘出了名为夏洛特号的轮船残海 但是船上除了火药之外 什么都没有 环顾一圈 凯奇发现一个船长装扮的尸体 死死包着火药桶 他好奇地打开火药桶 里面是一个被包裹起来的精致盒子 盒子中装着一个金雕过的白色下牙烟斗 凯奇领夏烟杆在上面涂满鲜血 然后将其滚在白纸上 运输了下一条线索 凯奇的大脑飞速转动 一字一句地迫及着其中玄机 很快他就分析出 藏宝图在独立宣言的背面 但是独立宣言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国家绝不可能允许 他们在上面做什么化学测试 然而富豪一直从事着非法勾当 他决定组织专业人士偷出独立宣言 凯奇对此坚确反对 更不会提供后续合作 富豪当场翻脸准备杀人灭口 可是凯奇却说 拿到独立宣言并不等于找到宝藏 还有更多的谜题需要逐一破解 如果没有它 富豪永远无法解开 富豪万言将呛口转向IT男 威胁凯奇说出其他线索 但凯奇拒不妥协 直接用烟火棒凉燃了满地的炸药 富豪经得将人反锁其中落花而逃 然而凯奇早已发现 船舱内的走私通道 赶在爆炸前逃出生天 随后凯奇去FBI报案 但却没有人相信他 他又来到国家大案馆 找到了从事研究独立宣言的女博士戴安 可依旧不被信任 无计可施的凯奇决定先下手为强 赶在富豪之前特做独立宣言 IT男觉得凯奇是疯了 因为不管凯奇得美得手都会因此入狱 而且独立宣言四周 警卫重重监控密布 在一英寸厚的防弹玻璃下 还有一大堆的传感器和热感监控器 只要靠近就会触动警报 当独立宣言不展出时 会直接传送至暗示 锁进四尺后的钢板里 听到这里 凯奇立马有了计划 国家档案馆有个用来修复和保养的储存室 那时独立宣言将脱离防护 而这个周末的庆祝活动 就是他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到时警卫的注意力必定会被贵宾们分散 他们可以趁虚而入 进到储藏时一举拿下 首先 IT男设法黑入档案馆的监控系统 凯奇伪造工作人员证件 并用涂满化学液体的一枚古董扣子 送给鞋收藏了戴安 紧接着 IT男假装摄像 用高温射线触发热感监控器 戴安随即输入了门禁密码 将独立宣言传言到储藏室养护 与此同时 富豪组织的犯罪团伙也展开了行动 当夜 凯奇假扮工作人员潜入 并在洗手间快速换装 混入宴会 接近了戴安 他假装可忍于戴安交谈 然后从戴安手中拿过酒杯 并赶紧用化学手段 使指纹浮现 再用指导复制好指纹 最后避过警卫 打开了通往储藏室的电梯 当电梯到达的时候 IT男立即修改了监控画面 让安保系统形同虚设 输密码的键盘 也沾有戴安的指纹 凯奇立即将信息传达给IT男 用机器排列推算 很快就破解了密码 成功来到储藏室 就在凯奇拆卸 独立宣言外壳的时候 富豪带领盗窃团队 暴力闯入控制的监控 导致IT男这边 瞬间失去了信号 凯奇不敢浪费时间 抱起独立宣言 撒腿就跑 在电梯打开的前一刻 富豪从背后破门而入 双方四目相对 杀机涌动 凯奇赶忙举起独立宣言 利用防弹玻璃 挡住了一梭子子弹 他边防边退 紧刚来到的电梯 迅速拆下外壳 把独立宣言卷起 揣入怀中 此时 戴安隐隐感到不安 他询问过同事 邀请名单里 并没有凯奇 而凯奇做贼心虚 不断躲闪着戴安的视线 突然 商店的收益员叫住了他 原来 商店里有许多 独立宣言的复制纪念品 店员以为凯奇准备偷走一份 便向他索要35美元 作为购买费 但是 凯奇掏光了口袋 也凑不够钱 无奈只想 他只好刷信用卡 付了两份钱 多拿了个复制品 出门的时候 戴安看到了凯奇的背影 他追出去 质问凯奇的意图 而凯奇早已把真品 放进了车内 这时 警卫终于发现 独立宣言被盗 落下了警报 凯奇故作糟糕地申请 松开手 让戴安抢走了复制品 这一幕 恰好被刚出来的富豪看到 富豪当即命令手下 绑走戴安 凯奇见爪 立马追去营救 货车上 戴安视死保卫独立宣言 慌乱中 他摸到车厢门开关 甩着出去 凯奇出上前 救下了戴安 而复制品 则露了富豪之手 之后 凯奇告诉戴安 他此举完全是为了 保护独立宣言 但戴安根本不相信 与此同时 凯奇由于刷信用卡 已经被FBI获知的身份 他不能再回家 进行下一步解密 可是解密需要用到 放在家里的 本金敏富兰克林的 扫描信件 正在凯奇 搜索下一步打算时 戴安抱起独立宣言 把腿就跑 凯奇一把拦住 抢夺回来 劝戴安赶紧回家去 但是戴安 坚确不让独立宣言 离开自己的视线 违禁之际 凯奇只有去父亲家 找富兰克林的原信件 父亲对 痴迷于寻宝的儿子 极为失望 但又不忍心 将他拒之门外 为防止凯奇损坏文物 戴安主动请用 帮忙寻找藏宝图 他们将柠檬汁 涂抹在独立宣言背后 但没有任何信息显现出来 凯奇父亲 虽嘴上说着不管儿子 却又忍不住提出建议 让凯奇试着加热看看 二人俯下声哈了口热气 果然有刺激浮现 几人随即用更多的柠檬汁 和吹风机配合 记录下了所有信息 然而 线索是三组数字组合的 奥顿多夫编码 他们只能通过 富兰克林的信进行解密 三组数字分别代表 叶数 行数 以及该行中的第几个字母 但是父亲却将信件 捐给了纪念馆 三人集合赶往纪念馆 花钱雇了一个黑人小朋友 抄写展览在 大厅的信件中的指定字母 这时 来此碰运期的富豪 发现了这反常的一幕 通过指示 凯奇分析出 下一个线索 将在自由中前的独立馆 而且还需要在特定的时间 才能显现 凯奇继续推理 想起了在百元钞票的背面 有一幅独立馆的画 那是1780年 本吉米·富兰克的朋友所作 他用矿泉水平 放大钞票背面 看到钟表上的指示时间是 2点22分 与此同时 富豪收买小朋友 得到了刚才抄写的字母 也知道了 线索职业的地方 是自由中和独立馆 等到达2点22时 独立馆的阴影 只向了一面墙 凯奇走近 在一块砖上 看到了共济会的图标 他撬出砖块 从中发现了一副特殊的眼镜 据记载 富兰克里也发明过这种东西 三人当即展开 独立宣言的背面 通过眼镜 我真看到了 肉眼看不到的线索 正在这时 富豪一伙人找了过来 为了防止对方抢走线索 凯奇等人 戴着眼镜和独立宣言 分头逃跑 一段惊险的追赶之后 凯奇成功脱身 但戴安二人 却不小心被抢走了独立宣言 当凯奇准备开车离开时 这位埋伏的FBI突然出现 将他抓捕 不知不觉 戴安已经彻底加入了凯奇的团队 为救凯奇 他甚至策划了营救行动 戴安将所有消息告知了富豪 而富豪以独立宣言做筹码 让FBI放凯奇到指定地点见面 等他用凯奇手中的眼睛 拿到独立宣言背后的线索 就将独立宣言以及烟斗 全都还回去 FBI自然不会错过 拿回文物的机会 立即按对方的要求 放凯奇单独赴约 人群中 一个假装游客的富豪手下 向凯奇传递了信息 凯奇随即走上甲板 一头扎进了海里 下面早有人等着接应 凯奇顺利脱身 此时 IT已经定位了凯奇的位置 如果富豪敢耍手段 他们就立刻通知FBI 却不了 富豪直接抓了凯奇的父亲 和戴安二人做人质 凯奇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只好被扑给富豪提供更多线索 根据提示 凯奇带众人进了一所老教堂 通过进一步分析 他们在一个墓碑上找到了线索 此人生前曾是共济会的大人物 富豪二话不说 将人砸开墓碑 一把拽出棺材 果然发现了通往地下的隧道 凯奇取出洞口的火把点燃 众人跟随火光一直往里走 点亮了大吊灯 只见木头做的楼梯盘旋而下 身不见地 随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手动升降梯 他们顺着楼梯往下走去 然而 历经两百多年的木头太过陈旧 富豪的一个手下一脚踩功 直坠黑洞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余楼梯应声断裂 大伙赶忙往升降梯上跳去 但是升降梯也不牢靠 率先跳过去的凯奇和戴安危在旦夕 所幸 凯奇父亲和富豪身处的升降梯安然无恙 凯奇及时抓住父亲扔下来的绳子 才侥幸得救 随后 一群人搭乘完好的升降梯来到目的地 却发现 空旷的洞穴里什么都没有 富豪极为愤怒 逼问凯奇说出其他线索 但凯奇坚称 他们已经走到了尽头 宝藏肯定是被转移了 富豪问言 转头就走 企图把凯奇等人留下来自生自灭 凯奇父亲见庄立马交代了事情 共济会交易中的一段话 藏着最后的线索 宝藏就在波士顿的一座古教堂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富豪立马过河拆桥 直接扔下几人自己走了 但他没想到 这是父子二人和我演的一出戏 富豪得到的是假线索 真正的线索还藏在洞穴里 不一会儿 凯奇就找到了一扇 通往内部的石门 不料 这里还是空空如也 凯奇寂静绝望 但父亲却觉得无关紧要 他们家族 耗尽六代人都未能找到宝藏 如今 凯奇凭一己之力 证明了宝藏真的存在 实属卑异 多年来 不知有多少历史学家 一直嘲讽着他们家族 现在 只要继续找下去 就一定能扬眉吐气 凯奇重新燃起了斗志 他仔细断上这每一个角落 突然 他发现了一个 跟线索烟斗的形状 如出一只的凹槽 他将烟头和烟感分别嵌入 顺势旋转一圈 旁边的暗门瞬间开启 四人举着火把走进去 差点惊掉了下巴 这里密密麻麻麻 采放着无数的奇珍异宝 每一个都价值连城 凯奇用火把点燃中间的油灯 看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一幕 数不胜数的财宝堆积如山 极其壮观 怕是价值数百亿不止 IT男望到了镜头 通往外界的楼梯 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此时 教堂的管理人员 刚刚发现被扔在地上的棺材 凯奇就垂破旁边的墓碑探出了身子 最后 凯奇将独立渲源交换给了FBI 也将这座超级宝藏送还给了国家 他只要求将找到宝藏的荣誉 归功于自己的家族 不绝之后 赶到波士顿的富豪 刚准备闯入教堂 买富豪的FBI就立即出现 将其抓捕 最终 富豪被指控 绑架 谋杀 以及危害国家财产等多项罪名 后来 凯奇拒绝了国家给予宝藏10%的奖励 只拿了其中的1% 然后再分成两份 一半给IT男 一半留给自己 和已经成为他妻子的戴安 好了 本期这期了 希望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